你好, 大家好, 我是Cony, 文可玲 在我身邊的就是御用化妝師Heidi 你好, 大家好 這次我們會跟大家說說 護膚的第一步就是爽膚水 Heidi選爽膚水應該有什麼要注意呢 我會選一些無酒精成分的爽膚水 我們的皮膚就沒那麼容易敏感 這一支就是Elisabeth Arden的 水額平衡爽膚水 對, 其實無酒精也挺重要 因為我本身皮膚很敏感 如果有酒精的東西塗上臉 會變得又紅又腫 Cony, 你平時會怎樣用爽膚水? 不斷噴在臉上 其實可以把爽膚水倒進化妝棉 輕輕地抹一抹 就可以把臉上殘留的膚垢也抹走 最重要就是我們要泡三次爽膚水 為什麼三次? 因為可以把肌膚更加保濕 同時可以準備好 預備接受下一個護膚程序 另外, 爽膚水還有另一個用法 我平時很喜歡早上用這支 Dream Clear的平衡爽膚水 然後倒進顏色面膜紙裡 敷五至十分鐘 就可以為肌膚作為即時保濕 上臉都特別貼 原來爽膚水也有這麼多用途 我們今晚回去嘗嘗